那我們就準備囉 看一下課本的自食一頁 因為它是在上那個大隊接力嘛 接力賽 所以呢 接力賽最重要的是這個東西 因為最怕的其實就是掉棒 沒錯吧 就是有時候其實你的輸贏的關鍵在於你 要把棒子交回下一位的那個瞬間 很多人都是 很多品次都是因為這樣子的時候 然後就被超過的關係 所以這個字呢 備註一下 這個字怎麼唸 試試看 好 讓它唸一遍給你聽 有聽嗎 它怎麼唸 它怎麼唸 中音在這 對 它唸 再一次 好 可以囉 沒問題 那這個呢 可以數 因為你可以一根接力棒 兩根接力棒嘛 所以它唯一你要記得第一個它的發音 第二個就是它可數 這樣就好了 可以數 沒有 要寫什麼 好 再來下一個單字呢 叫做 already 這個這種高低五策在現在完成式的時候 你還會再寫一次 而且會一直看到這個字 already 本身呢 它叫做副詞 就是已經 只是呢 第一個 句尾 第二個 一般動詞的前面 B動詞的後面 所以一樣喔 B後 然後咧 動前 B動詞的後面 一般動詞的前面 好 就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要寫的東西 好了嗎 先等你們擦完 先等你們擦完 好了 我就刪掉了 再來二呢 要請你們先備註一下 這個呢 我寫在下一頁好了 因為空格比較多 寫個二 通常這個 already 啊 你們很快就會學到 一定是人 have food already 然後這個 already呢 習慣被省略掉 是因為你們再來 接下來會上當這個 have food 本身搬成已經 所以這個 already 我們就會習慣省略掉 然後再加上所謂的 pp pp就是過去分詞 譬如說 they have left 他們已經離開了 I have already had my breakfast 我已經吃完早餐了 所以這個呢 他其實強調的是一個動作 剛剛完成啦 已經完成很久了啦 或者是已經持續一段時間 好 就這樣就好了 再來下個單字 可以囉 叫 cheer 點點點 up 那為什麼有點點點 因為你的人放中間 譬如說我們來幫他加油打氣好了 所以呢 我們來鼓勵他好了 叫 let's cheer him up 所以那個點點點 我會建議你直接寫個人 那因為他是動詞嘛 所以後面接受格 所以 cheer him up cheer them up 這是第一個喔 第一個喔 當動詞 然後他是人的時候 可是第二個呢 如果你的中間是悟 那他就不是幫他加油打氣了嘛 因為你不會幫一個東西加油打氣 你不會幫一個加油幫 欸欸欸 你加油 不會 欸欸欸 你要振作不用 如果今天他後面是受格是霧的時候呢 他的中文寫上去 就是使什麼東西 亮麗起來 亮麗 亮麗 一是人 就是鼓 鼓勵 二是霧的時候呢 是亮麗 好 那看一句 就這句話 the yellow pant really cheered up let's run up 他不是幫這一個房間呢 鼓勵他 而是讓這間房間 因為你擦了黃色的油漆嘛 所以整個顏色啊 感覺啊 氣氛啊 氛圍啊都亮起來了 叫亮麗 好啦 沒問題啦 然後再來 他也可以單獨使用 就是中間都不要點點點了 直接去啊 那他就翻成 欸 振作 清醒 不會是清醒啦 就是微告才會是清醒啦 去啊就是叫你加油打氣了 好 再來下一個單字叫quickly 這個字應用家裡樓歪 判斷一下什麼詞 當然是副詞 可是要知道喔 quickly一個字 你先寫個1號 quickly等於 fast 這樣子寫 可是寫個2 quick 這個字 也等於 fast 那你說為什麼可以這樣 還記得那8個嗎 漂亮的 法海和哨陪我一起 努力 努力 早晚快 那個早 early 晚 late 那個快 叫做fast 因為這個字的形容詞跟副詞 長得一模模一樣樣 所以你會發現 欸他怎麼quickly也是fast quick也是fast 因為他修飾的東西不一樣 OK喔 所以1副詞等於fast 2 quick 還是等於fast 好 那再來呢 quick跟fast中文都是快 可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用看的就好 看你要不要超 第一個quick呢 強調呢 是事情發生 或者是持續的時間很短 他強調的是那個時間 可是fast呢 強調是你的動作很迅速 動作喔 所以我自己決定看你要不要超 如果你覺得你可能會搞混 就超一下 quick強調是時間 fast強調是速度 你可以直接這樣行 可能就快一點了 好 這樣沒有問題了齁 再來下一個單字囉 下一個這個我們上次 我們到時候可能在 第四冊的時候 我們在上普遍單名字 我們會再花一點時間講 來第一個alip 對不起 來寫個形容詞 中文的意思呢 叫做其他的 那這個其他的齁 後面呢 因為他是形容詞嘛 所以後面的名詞 背注一下 一是其他的 再來寫個二 他當代名詞 PN 本身就是代名詞了 那是兩個當中的其他一個 兩個當中的其他一個 好再來就請你們寫數字 OK好 來寫個二 你有兩隻筆 一隻紅的 一隻藍的 那叫做one is red 那因為你就兩隻筆而已嘛 所以你剩下的那一隻 我們就會用限定the other 就剩下這一隻了 所以你有兩隻 那就是一加一 one 跟the other 可是如果你有三隻筆 一隻紅的 一隻藍的 一隻黑的 那第一隻叫什麼 錯 第一隻紅的 第二隻藍的 第三隻黑的 第一隻還是one one is red 第二隻呢 叫做another 另一隻 所以one is red another is black 然後你現在已經用完兩隻了對不對 還有幾隻 我說我就三隻筆而已啊 一隻紅的 一隻藍的 還有一隻 黑的 好 那剩下那一隻呢 對還是the other 只要他是剩下的唯一那一個 我要講一次喔 剩下唯一的那一個的時候一定是the other 好的嗎 這個是一個一個一個來看的時候 假設 你有十個女朋友 第一個是瑪莉 第二個是蘇珊 第三個是琳達 第四個是ververa 到第十個 第十個是candy好了 因為比較甜嘛 來第一個叫什麼 對不起我沒有人生攻擊味 沒有影射喔 都不是 我不知道誰 我完全不知道 我隨便講 好不好 所以第一個叫做什麼 猜猜看 one 沒錯 第二個 另一個 對 他是another 第三個 第三個咧 對 還是another 第四個咧 沒有 我說過只有剩下最後一個的時候才是誰 the other 所以你的another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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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寫幾次 八字 對八個 然後最後剩下那一個再出現一次叫做 the other 對 所以other這個字呢 不見得一定是單數 不一定 因為你如果限定唯一的那個當然就the other 可是如果你是一堆一堆一堆 那就不是囉 我這邊手上呢有二十朵花 十朵紅 十朵是紅的 十朵是藍的 假設啦藍的花 那十朵那個叫once 因為你複數了 剩下的那十朵那就變the other s 所以它差別在哪裡 有s跟沒有s 有s就是複數 沒有s就是單數 還沒有喔 還沒有喔 還有喔 好最後呢 要寫的東西 最常考的就是我說 欸 我們說是一回事 做是一回事 說是一回事 做是一回事 所以叫to say is one thing 對 to say is one thing 然後呢 做是一回事 叫做 我就會用分號啦 像這種句子我們習慣用分號 當然你也可以用句點 分號 那分號是因為韓語還有另外一句話嘛 so to say is one thing 然後呢 to do to do is 猜猜看 the other has another就好 the other has another 那你要想喔 的人生 只有說跟做嗎 你可不可以想 你可不可以看 你可不可以聽 可以對不對 所以呢 我說說是一回事 做是一回事 所以這個做 是你人生的唯一 最後一件事嗎 不是 所以既然不是的時候 我們都用哪一個字 another 對了 很好 至少有這個概念 只要他不是你最後一個 請你都用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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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other到底 除非你很確定已經是剩下唯一 那一個了 那才會出現the other 所以這句話超喔 說是一回事 做是一回事 想是一回事 看是一回事 所以他有太多太多事 好這個 等我們第四策位家上到的時候 我們再寫 到時候還會花一點時間 我講義裡面就會幫你寫清楚了 好最後一個 就是對話2的最後一個叫 finish line 這個字呢 是跑者 就是runner jogger呢 他們恨不得 看到的地方 所以呢 這個地方 他們怎麼判斷你是第一名 還是還是第二名 就是先碰到線嘛 可是現在原來線有一個問題 男生跟女生 可能碰到的時間就不一樣 所以他們現在呢 也因為這樣 他們是用什麼 你的可能身上 像跑馬拉松 他們現在比較進步 是身上你有一個晶片 就是可能給你一個手環 那個晶片 你跑出去的時間 即使你是 你們這所有的人 第100個出發的 可是它是以你出發的時間 到你結束的時間 那結束的時候呢 他們那個結束 就不會是finish line 可能是一個紅外線 一個感應器 你跑過那個地方 你身上那個手環 就會逼 就會有感應到 然後再看你的時間 所以你不是一定要衝第一個 不用 你可能可以慢慢來 你可以後面慢慢慢慢的 全部的人都跑過來了 你在慢慢跑 它是看你總統合的時間 可是finish line這個字呢 你為什麼finish 它是什麼詞 還記得嗎 動詞啊 finish後面一定要加什麼 還記不記得 對 finish後面呢 它如果是動詞的時候 它應該要加ing的 可是呢 你這樣子寫就怪怪的 因為finish line的意思 如果你把它當動詞 就是把這條線完成 可是我們不是 所以音式的用法 我就把它加ing 加了ing之後呢 它就變成是這種特質 所以這條線是拿來做什麼的 拿來給你證明你已經完成這件事 這個動作的 所以音式的用法叫finishing line 那相對你有終點線 當然就有起跑線 對不對 所以這是第一個要寫的 它的相反 叫starting line 欸對不起這是2 我寫太快了 這是2 1是finish後面加ng 複習一下 2呢finish line 它的相反 叫starting line 好再來寫個3 ok了齁 在這裡 line這個字我們之前學過 就是他們在演戲的時候啊 要背那個台詞有沒有 在這裡 而且可以說 因為你背的那個台詞 不會只有一行兩行 一定是好多好多行 所以我們習慣加S 那它也是線 所以直線叫straight line 再來寫個4 當動詞的時候 line這個字 叫做排隊 排隊喔 所以line up 就是排成一直線 line這個字 我們加個up的時候 last line up 讓我們來排成一直線好了 當動詞叫排隊 我講錯了 對話2的最後一個字是lose 因為你有引流輸嗎 所以下一個叫做lose 好這個字唯一要記得 比較辛苦要背的 就是他的三態 lose lost 沒錯 這是第一個 那你呢 輸給了誰 輸給了誰喔 2 你輸給誰 請你用去 輸了多少分 請你用半 是從胡人隊啊 比賽輸了那個 他勇士隊輸了5分 然後勇法 好了嗎 1就是三態 2是T加敏人 或是對象 3敗加分數 你可以這樣背 敗加分數 OK 好 再來 水在這裡 那另外呢 long這個字喔 你要小心 這是4 這個字本身 它的另外一個意思是 失去 遺失 還有減少 還沒有還有還有還有 最後 丟臉 除非你沒臉啊 不是沒臉啊 就是不要臉啊 那叫lose face 真的外國有這種寫法 那你要減重 叫lose weight 所以像上禮拜 你不是要健康檢查嗎 有人呢 就會可能早上就是 只吸空氣 連水都不敢喝 因為覺得連喝水可能 你就增加了 357公克 假設啦 可是體重肌應該 撐不出來吧 這有時候就是一個心理因素而已啦 好啦 還沒 最後一個叫lose 寫個人 is lost 或是人 got lost 你可以用is 你可以用 我用過去式好了 這樣你就知道 他可以用過去式 這句的意思 不是他輸了 而是他迷路 不是那個聖誕老公公 騎的那個叮叮噹叮噹 那個迷路喔 是真的你已經不知道 你現在在哪個地方 東西南北你搞不清楚了 那這樣剛剛lose 就是迷路了 好 可以的話 我們就把對方看完 在你的 四十一頁 John, Ethan, and Amy are at the school health center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young man? I ran too fast and wasn't careful enough so I tripped and fell Let me see you hurt your knee badly you hurt your knee badly did this happen during P.E. class? No, it happened during the break everyone practiced hard for the relay race this Saturday That's too bad you need to rest your knee for a few days Oh no we need someone to take my place Ethan can you do it? I can but I run slowly No you don't you're a great runner just try your best durin the relay race durin the relay race our team is running more slowly than the other teams we are far behind now it's Ethan's turn he's fast he's running faster than the runner from 804 good job ethan oh no he dropped the baton class 804 got to the finish line already we lost the race don't be sad ethan did his best he practiced the hardest this week you're right let's go cheer him up quickly 好啦因为吊棒的关系啦其实吊棒真的就也是一个问题 好啦那我们就看科本的41耶 因为伊藤本来说可以啦我是可以帮你跑不过我跑很慢哦 他那个讲话就已经很慢了所以相信应该也跑不到很快 结果没想到真正比赛的时候他这样跑很快 所以来dueric the relay rate 这个dueric往后话 dueric通常接的是一个完整的时间 所以像譬如说暑假期间新年期间下课时间 那我们都用dueric 那这个是因为比赛的这个时间嘛 so our team is running more slowly 好来第1个把这个slowly往这个字化 第2个把这个more往这个字化 也就是呢你怎么知道他一定要用比较急 第1个因为有land 第2个为什么他家里挪歪 因为呢修饰的是动词那个run 可是因为more slowly 你们到时候呢可能考试会看到的是这个字叫slower 你说哈那他出题答案错了吗 其实不是是因为slow这个字到后来他的确可以当副词 所以more slowly你有时候会看到是slower 不是因为形容词的关系 你可以写上去哦 所以我们的那个队伍跑的比 the other好 第2个再把这个the other先圈 一个问题 这里有没有限定哪些队伍 有对因为你有乐嘛 那为什么other要加s 大队阶队有人两队在比的吗 不可能啊 一定我们跟好多队啊 像我们学校应该是六 六队吗 跑道好像六个对不对 所以至少应该你 加上剩下的三到四到五队嘛 所以这个the other的那个teams是因为你好几队 we are far behind 好那我们先画一个东西 好了来第1个 more slowly呢是slowly的比较急 是因为我们有ly的我们前面加more 不要忘记 我们的副词的比较急就差两种 一种有ly一种没有 第二个the other team我刚刚说的 因为他们的班级不止一个 所以the other team我们会加s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不止一个队伍 好这是第1个要知道的 再来第2个呢叫far behind 我们先看好 behind这个字呢本来是在后面 可是如果今天你强调far behind的时候 就是远远落后了 那我们如果是远远超前呢 写上去叫ah hand of 当然没有人想要behind啊 一定是ah hand of 自己写上去哦 它的相反 好了吗 然后第2个呢far呢 这其实我们在上第一课的比较急的时候 我有跟你们说过far even much a little 这一种我们都可以接比较急 只是在这里他修饰的是behind的程度就是更怎么样 所以呢已经落后到很远了 好ok了 对不起这样 ok了再来往下 now is even's turn 好把那个turn这个字写个名词 就是轮到谁了 现在要轮到一分哦 听说他自己讲我跑得不快 我跑得有点慢 所以他就因为这样 he's fast 好最的fast我问你形容才不止 判断 形容词还是副词 副词吗 形容词吗 到底是什么词 往前看 不用猜 来写上去 我们怎么判断这个字是形容词还是副词 一个概念 我的讲义上面我有跟你写 逼动词的后面 逼动词的后面 就像你讲i'm happy 还是i'm happily i'm happy 所以逼动词后面接什么词 形容词 可是一般动词后面我会接什么词 副词 好那我把两个相加 好像我在教数学的概念 我把逼动词跟动词加在一起 可不可能 可以吗 可以啊 我逼动词跟动词可以加一起 除非你把动词加什么 ng就好了 对我把它加ng 好那两个结合之后 你觉得后面是形容词还是副词 对还是副词 为什么因为我强调的是动作 自己写上去哦 所以我刚刚问你那个fast是形容词还是副词 往前看 fast这个词可以是形容词也可以是副词 可是因为前面是he is is是b动词 所以b动词后面接的一律就是形容词 这个一定会哦 因为到时候我的考卷里面就是 你要填形容词跟副词就是往前看 前面是b动词啦 连队动词的我们要找abj 如果是一般动词或是动词加ng的 请你找abj 好所以往往下 所以他跑他好快哦 he is running faster 好再把这个faster我要问你的是 他是形容词的比较急 还是副词的比较急 我怎么知道 对了 刚刚我不是叫你们写吗 b动词加ng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fast 其实他是副词了 那为什么他不加more 对啊那没有油吧 他也没办法加ly啦 不是他不想 是他也没办法加ly 所以这个字只好把它变成跟形容词一样的方式 所以我就变成fasterland 然后第二个呢 the runner from 804 好往这个字化 这个呢就是考我们之前学过的 加拿大的学生怎么说 不能Canada student 不是 the students in Canada 对 from Canada 那804班就是应该说国二四班的学生 叫做 国二四班的跑者叫 the runner from 804 这个A字呢就是你们现在的年级 对就是国二四班 简单来说就国二四班 所以要从后面往前翻哦 好那应该看他跑很快嘛 so good job 这个good job呢 其实除了翻成你做得很棒之外 另外可以写的 来写上去fantastic awesome impressive nice work well done 挑两个你觉得你不会你会忘记的抄球好了 然后到时候你回去再看影片 当然你可以讲well done的意思 那个done呢 其实well done也是全球啊 牛排全球呢 也是这个字哦 so good job 就是做得真棒 那另外呢 impressive这个字因为 impressive这个字是某人印象深刻 所以impressive呢就是觉得还蛮 大家觉得很惊艳的意思啦 也就是做得很棒的意思啦 所以fantastic awesome impressive nice work 跟well done 好再来往下了哈 再oh no 残了 残在讲而已 所以有时候不要高兴太早 he dropped 好来把这个dropped 就是弄丢了 简单来说不是要故意丢掉的 是不小心的 he dropped the baton 他竟然把那个接力棒不小心呢 掉到地上去了 那因为你掉掉棒的时候 你不可能没有接力棒 回到最后一 回到 你因为你还一定要加个下一个嘛 所以如果你要去把那个baton 接起来 所以因为这样 就在这个短短的一瞬间 classed a14 got to 好来吧 got to 什么叫got to 到达 对不对 就是抵达 那他是到大地方还是小地方 都可以 got to不用管 可是如果是arrive 考试就要看哦 arive在后面要in还是at 不一定 in接大地方 at接小地方 可是如果你真的考试 他到台北了 到底要in还是at 管他三七二十一 你就写got to就好了 got to没有 他没有分 那个大或是小 所以我们谈了 果日四番 已经呢 已经 这个already 所以已经发生了嘛 我们就用过去试 他们已经抵达终点了 所以也因为这样 我们呢 刚刚 所以用lost we lost the rate 我们呢 刚刚输了比赛了 所以他讲了don't be 来把这个b动词后面加形容词 所以记得哦 不要难过不要难过不要难过 因为呢 even did his best 这个的确也是啦 因为他本来呢 临危寿命接下来那个帮人家代替 应该说什么 代逃的那个位置 所以这个did呢 你写个tried的 他已经尽了他的权力了 再来he practiced the hardest 好这个 love其实可以省 因为这个est呢 往这个字化 修饰的 我可不可以写most heartily 请问你 因为我们要修饰的是动词嘛 为什么不可以讲most heartily 一个原因 heartily是什么意思 几乎不 有没有most heartily 没有啊 没办法 所以没有办法这样子写 不可能哦 那heart呢 本身就是努力 他本身就是副词 所以我们要把它变成最高级 就直接加est就好 那副词的那个l是可以省的 所以这个礼拜来讲 我们所有的每一个跑者里面 他练习的是最认真 最努力的 结果他突然 对耶 你讲的还真棒 you are right 所以然后因为他掉放 他一定很内疚嘛 所以他就说啊 Let's go Let's后面呢 记得接原型哦 然后这个考试哦 其实是不对的 你有没有发现句子犯的E Go写个V1 Cheer写个V2 你犯的什么错 双Va 可是呢 美国人 美国人freestyle的第一名 有没有 Go跟Cheer 他们习惯了 Go sleep Go cheer Go后面加原型 可是他其实省略了去 也省略 就是叫你去做下一个动作 我们来赶快 我们赶快去做这件事 什么事情 我们来帮他加油打气 那这个quickly呢 就是go 我画不过去哦 我们快一点冲过去 我们赶快去帮他加油打气好了 因为他现在已经很难过 不要再让他想太多了 已经很棒了啦 好来准备 listen and write T or F 1 John can't run in the relay race because he hurt his knee John can't run in the relay race because he hurt his knee 2 John asked Ethan to take his place John asked Ethan to take his place 那个开始就是命令 让某人去做某事 3 Ethan tripped during the relay race Ethan tripped during the relay race Tripped是昨天的半字 4 Ethan got to the finish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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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han the other runners 前面啊 因为我刚刚讲了一个东西 第一题 好啦 来快速看一下哦 John can't run in the relay race because he hurt his knee 对还是错 对啊 第二题 John asked Ethan to take his place 这个字哦 你可以写head的 我刚刚不是讲那个head吗 head的后面 我就只能用take 因为它是使忆动词 我刚刚在讲的就是这个 命令某人去做某事的时候 就不加不去了 对吗 他要求他拜托Ethan来待见他的位置 第三题 OK咯 Ethan tripped 有人讲 Tripped 为什么跟旅行有关 不是啊 tripped是什么意思啊 绊倒了 他在跑步的时候绊倒了 有吗 输的原因不是绊倒了 对不对 所以第四个 Ethan got to the finish line Earlier 有earlier吗 有earlier就不会输了啊 对不对 是答案 TTFN